来 我们来修改我们的工作表 对不对 那我们在做工作表的时候 第三列发现有问题 OK吗 第三列是 是要打错 点在第三列按右键 按右键的时候呢 你不可以选清除内容喔 清除内容只是把里面的资料删掉 这一列还在 我要选哪一个 删除的话就是把整列 删除 是不太一样喔 来 我先按右键清除内容给你看 这一列还在呢 Ctrl Z后尾 如果按右键选的是删除 那就整列删掉 接下来这里改成什么 座号 对不对 第一个打1 第二个打2 打1会变成什么东西 打1的时候你要记得吗 Excel打1的话呢 他叫什么 1900年的1月1号 因为他之前是被定义过 日期的 所以打1的话就转换成 日期 这各位懂了 在Excel1900的1月1号是1 所以选起来呢 这就尴尬了 我不是要这个日期啦 我要的是数值编号 所以呢 Ctrl键加1 把它改成数值的格式 那数值的格式呢 这里预设帮你带两个小数点 这个是编号不可以加00 这不是计算钱币 我们就点这里把它取消 按确定 这样就搞定了 我要的是这个编号 这样就可以加进来 这样就可以加进来 这个 来 请各位先试一下 基本的资料修改 系列 就行